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的季度收入,由于每月经营指标的公布,市场预期已经充等。 台积电在2023年第三季度实现营收172.8亿美元,位于业绩指引区间中枢167至175亿美元。 本季度收入环比增加10.2%,主要得益于3奈米的量产,带动公司晶圆出货均价提升。 从各地区收入来看,北美地区仍是台积电最大的收入来源。 这是由于北美地区有苹果、高通、徽达、AMD等大客户,使得台积电和美国之间有很强的商业绑定关系。 本资财报中,北美地区的收入占比继续回升,这主要是因为苹果新机发表,在本季度新增了订单。 除北美以外,中国和亚太地区是其余的两大收入来源,本季度占比分别为8%和12%,其中中国的客户占比出现一定的回落。 结合各公司和产业链情况,随着苹果新机发表和安卓产业链库存的计划,公司手机客户的订单有望回暖,并开始转向3nm的新节点。 而辉达等客户的AI也有望逐渐从7nm转向5nm,填充5nm的产能。 公司客户的订单,整体有望向更高节点转移。 长期看,拥有众多大客户的北美地区,构成公司近7成的收入,使公司重中之重。 仔细分析后,台积电三季度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,由两个维度组成,首先量的维度。 2023年第三季度台积电的晶圆出货量2902千片,环比下滑0.5%,环比继续下滑。 本季度出货量并没有增长表现。 结合资本支出情况,台积电本季度的资本开支71亿美元,在整体需求偏弱的情况下,季度的资本开支继续减少。 公司对2023年的资本开支计划相对保守,下调至320亿美元。 其次,架的维度,2023年第三季度台积电的单晶圆收入为等效12寸片,5955美元每片,环比上升10.7%。 台积电晶圆出货价格明显提升,主要得益于3奈米的量产。 本季度公司7奈米以下制程收入占比提升至59%,带动公司产品均价提升。 结合台积电给出的下季度指引,四季度预期实现收入188至196亿美元,环比回升8.6%至13.3%,毛利率51.5%至53.5。 随着苹果新机发表,3奈米的量产开始提速,下季度在收入占比中也有望更加明显。 即使当前公司产品的出货量仍未见其色,但3奈米对价格端的带动,直接带动了收入的提升。 台积电在2023年第三季度实现毛利93.8亿美元,环比提升10.5%。 毛利端的提升主要来自于收入端的影响。 2023年第三季度台积电的毛利率54.3%,环比提升0.2个百分点。 虽然毛利率好于市场预期的53%,但较此前60%以上的情况,有明显的回落。 2023年第三季度,台积电毛利环比提升10.5%,其中收入的维度带来的影响是增加10.2%,毛利率的维度带来贡献增加0.3%。 市场对台积电最为关心的两项数据除了收入,毛利率则是本次机宝中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。 根据公式毛利等于单晶圆收入减去固定成本减去可变成本,分析本季度毛利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力。 单片晶圆收入等效12寸方面,2023年第三季度台积电单晶圆收入约5955美元每片,环比增加577美元每片,主要受300米开始量产,带来均价的结构性提升。 固定成本折旧摊销方面,2023年第三季度台积电平均固定成本约1604美元每片,环比增加218美元每片。 300米的量产带动折旧摊销的提升,进而增加了公司的单位固定成本。 可变成本其他制造费用方面,2023年第三季度台积电平均可变成本约1120美元每片,环比增加38美元每片。 单片可变成本的增加,主要是制造端成本提升所致,综合以上拆分。 2023年第三季度台积电单片毛利3231美元每片,环比增加321美元。 单片毛利出现明显回升,其中单位价格虽然提升有577美元,单位成本更是增加了256美元。 虽然3奈米的量产能带动公司出货均价提升,对毛利率有正向作用,但同时成本端的增加也压制了毛利率。 而结合公司下季度的指引51.5%至53.5%来看,台积电在下季度毛利率可能继续保持低位。 3奈米的量产将持续对公司毛利率产生压力,短期内较难回到60%以上的水位。 智慧型手机和HPC是台积电最大的收入来源,两者合机占比仍有81%,是公司下游的收入最大来源。 下游细分应用看,智慧型手机业务的份额回升至42%,这里有苹果新机发表的季节性带动,另外3奈米的量产也带动营收增长。 高效能运算本季度相对平稳,维持在40%左右的份额。 随着3奈米制程的量产,苹果手机晶片的制程将从5奈米逐渐转向3奈米。 而高效能运算有望开始填充5奈米的部分产能,手机和高效能运算业务的收入都有望继续增长。 本季度7奈米以下的收入占比继续提升至近6成,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收入仍是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。 具体来看,本季度3奈米开始量产,收入占比达到6%, 而5奈米收入占比也再次提升,继续向更先进制程工艺转移。 从公司给的下季度指引看, 2023年第四季度公司业绩仍将受益于苹果新机的拉火。 从历史来看,3奈米产能有望继续爬升至两位数以上。 公司的收入结构将进一步转向7奈米以下的制程节点。 11月下旬,据台湾电子时报报道, 台积电代工报价1万美元以上的7奈米以下制程占整体营收比重续升。 此外,设备业者表示,台积电业绩回温,最重要就是7月起进入苹果iPhone新机拉火高峰, 代工报价达2万美元的3奈米开始放量所带动。 据估算,台积电至年底7奈米6奈米产能利用率守住7成, 而5奈米4奈米也近8成,3奈米至年底月产能约6万至7万片。 随着苹果扩大新品阵容,以及辉达、高通、联发科等多家业者 于2024年下半陆续进入300米时代,2024年底单月产能将达10万片。 有半导体设备业者表示,台积电全年美元营收跌幅, 渴望较预期一成收敛,至年底整体产能利用率也缓步回升, 预估2024年上半年,应可重返80%。 台积电认为,虽然第四季产业库存已进谷底, 但想要达到V型反弹还太早。 不过,有信息2024年在库存更为健康, 车用试矿回温及AI需求喷发, 台积电2024年仍是健康成长的一年, 并优于整体市场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